登登!香港首歌AV女優商鮮 外形可愛、體態優美、演技徵戰 簡直是彰顯香港演員的真正實力 我叫Elena,來自香港 是第一個在日本AV片商出道的香港人 這次是第一次來日本 日本人給我的印象是有禮貌和好色 大家好,鬼哥 我很少做非電影評論式的影片 但這件事要搞 背景不用多說 你們看這個縮圖也知道 這位美女素凱琳小姐 代表我們香港出戰日本拍AV 成為首個香港女生出道 神經病,要說吧 首先,年底的2023年香港十大事件 這件事一定會先入圍 而且我也看過Trader 真是真的來的 不是流的 不是遮遮掩掩掩的 真是看AV的 老實,之前楊子瓶拿到最佳女主角 我都不會有什麼自豪感 那麼別人是馬來西亞人 是的,我是會因為楊子瓶是亞洲人 所以覺得有點尖到亞洲之光 但這件事不一樣 素小姐真是土生土長香港人 老實實,我真的感到有點自豪 我今早看了東方星的訪問 他有提到 首先他自己是真的喜歡做這件事 然後他有去扣門子 即是他有計劃地不斷地自戰 去敲門 是希望可以演出拍AV的 他是有為他的PASSION而努力 而且做這件事是有酬勞、有回報的 那我覺得真的是那些什麼香港勵志故事 我是極度非常欣賞他 即是看那個訪問看得出他真的很開心 很榮幸、很慶幸自己入行 老實實,不是那麼多香港人 有這個決心、有這個Determination去追夢的 所以我再三思考之後 我也是衷心、真心欣賞這個女生 但是我又想問一下女生觀眾 你們可以分享給那些女生觀眾 還幫我問一問 其實香港的女觀眾你們是怎麼想的? 女性觀眾們 你們都是很欣賞 譬如她真的很自主去追尋她的夢想 還是你都是為錢 你都是博出位、博出名 是哪一款呢? 你們不要在這裡裝作 你真心欣賞你才回答我 不要在這裡懶開名扮前衛 其實我昨天知道素小姐出道之後 我立即在IG上message她 即是立即是想邀請她做訪問 因為其實鬼哥之前已經有一次訪問AV女優的經驗 是訪問了賓奇珍瑞 那就看回這裡 還有角落頭的錦炭號 按一按就能看回 我就跟素小姐說 我真的很欣賞你 可不可以做一次專訪 對 之後她也有福 她就很有禮貌地遠距了我 我當然完全明白 我想她這期都被那些訪問邀約轟到瘋了 另外我已經課了三九半買那隻DVD 但是我家是沒有DVD機 我電腦也是沒有DVD drive 還沒想到怎麼看 即是在預告片中看到 素小姐是七情相面的 我放在這個位置播放一點 我們先不要是真還是演技 但我們看到她在過程中 是很享受和清水健散之間的互動 即是很壞的 我看過那些台灣的AV 即是如果那些旅遊不入戲 總是有些到喉不到肺 很沒心機看的 但是就這樣看這次的素小姐一條trailer 作為一個看開AV的色彩 我是覺得她表情到位之餘 她是知道我們這班觀眾是想看什麼的 即是so far 我在短短的一兩分鐘裡面 是見不到她開樓攤 很假的 要硬擠一些很享受的表情出來 我是看不出來的 我再冒著黃標的風險說白一點 即是那些淫淫賤賤 衰衰格格的樣子 那些表情 素小姐是有交足功課的 即是作為看AV的觀眾 我們是不會那麼笨 去思考究竟她的表情是真還是演技 總之素小姐的表現 鬼哥看上去 我是會投入到的 我是會FF 我是清水健的 如果她做得假 真是看得出的 很不投入的 很沒feel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過程中她是有講廣東話的對白 即是那些很正 很舒服 不要停的那些 我們聽習慣日文的對白 她是用廣東話來講的 很有親切感 正 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素小姐她除了樣子漂亮之外 身形都非常之不錯 再說一次 鬼哥真的非常非常欣賞素小姐 她這麼努力去日本去追夢 你想想她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即是來自她家人 她身邊的朋友 或者她的followers 其他網友指指點點 我看有關這件事的comment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人支持她 但是想想要必定有一大堆 那些說她是雞 多少錢多少錢 可以過多少晚夜 那些comment 什麽潛規則 你拍這些東西 都是打算出名博出位傘 那些 很多這些閒言閒語的 很多這些非常負面 極度難聽的comment 所以她都一一頂著 那這條片大概就到這裏 鬼哥就在這裏大力捉远素小姐 在這個行業裡能夠成功 當那支DVD來到我看完之後 就有機會做一篇影評給大家 好了我們下條片見了 拜拜